各位新channel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们来到下半部分的快速讲 Thomas是在广州的观众朋友 上一集和我们分享了关于他在城市里的生活状况 也感受到内卷 城市工作的压力 生活压力等等 现在是处于入不敷之的阶段 属于比较困难的 跟香港很多人的状况相似 所以今天想继续在下半部分跟大家谈一谈Thomas的状况 当然Thomas所分享的内容或他的看法 只是代表他本人 不是代表整个中国社会都面对这种状况 但是大家可以通过一个缩影 一位市民的视角 也可以了解到这个城市未对有什么问题 欢迎Thomas又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大声欢迎Thomas 哈啰 观众 大家好 我想Thomas 你说一下 现在在你一个小市民的角度 你怎样看中国内地的经济 或者是你从官方的口中 你会听到现在国家想市民怎样配合他们的未来方向呢 他肯定想我们消费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谁敢消费呢 他发行了这么多货币 GDP等于M乘以V 他有个M没有个V 他现在就想调个V 即是Velocity 是不是? 即是流选率是吧? 他现在就想鼓励出一些政策鼓励我们花钱了 即是我有一双波鞋 我想换 但我可换与不可换之间的 你政府补了100元给我 我就换 你不补给我 我就穿旧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 嗯 据你的认知 中国内地现在发行的货币数量是很大是吧? 他发行是很大的了 但是他进不了那些实体经济 全部都在银行系统内卷 我请教一下 其实我都不是经济很厉害的 在你的眼中 他如何内卷呢? 银行就是左手借右手 右手借左手 甚至有些国企或者什么 又赚美金去套利各方面的东西 他钱他必须要生钱的嘛 那他便宜 他的国企央企借低息贷款 他就借给私企又套利 或者甚至他转那些美金又套利 又是他套利 那你的钱转不到 那经济便上不了他了 那我想问 你刚才说到 他如果继续这样狂印钱 但是他又想你消费 那到底他用什么的方式去叫你们消费 或者你们如果不消费 那他又会怎样的呢? 做不了什么的 你不消费的 最后负利率拼命发行货币 你没有其他办法的 你逼不了那些人花钱的 但是问题是他不断地发行钱 其实正常的一般市民的认知 如果那个国家不断发行钱 我的钱照价上会被冲淡的嘛 那大家不是应该会拿钱出来消费才行吗? 有你这种想法的人 他只能够是买楼买股 但是这几年 买楼买股全部踩了坑 你现在个个都是猜住个荷包的了 你不用说了 但是基本的物价是没什么怎么升的 你说的东西是便宜的 其他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政府控制的 那你煤气、水费、电费政府控制的 感觉平时的洗费都是便宜的了 但是见不见底呢? 我又不敢说 你没有可能无限地便宜下去 所以现在内地面对着这个 我只听到这个问题都挺大 其实大家都不肯消费 大家都是处于一个比较悲观 有点像萧条的感觉 就是在衰退、萧条的感觉 那我们都做不了什么 现在只有等待 明白 那么我想问 这个国家方面的 就是你看到的国家政策 就是印钱 但是就想谷的现金的流转率 但是市民不肯消费 另外的流转都没办法提升 大家都知道经济不好了 我想全球经济都不好的了 你看到当地政府做了什么好或者不好的事 好的事呢 就是现在窗口服务人员的态度 是比之前好了很多的 以前我们最初九十年代的态度很差的 现在的态度很好的 现在的人都看到了 你骂他 发火骂他 他不敢骂你的 是吗? 那么好吗? 这件事比较好一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因为他们都怕没有饭碗 因为有些人是坏的 录了一个视频 一去投诉就连份工都没有 那他那些铁饭碗 他只有饭碗 哦哦 那倒是 那汤姆斯你觉得 刚才你分享了做得好的地方 那做得不好的事 在什么? 市政府那里? 我看他们每个人现在都躺平的 就是连官员自己躺平? 那上面说一句 他肯定是做一句的 他都不敢说什么的 大头叫我做什么 我听听话说就是 其他东西 想那么多吗? 那比较被动的 那么你们也觉得 就是国家中央的政策 似乎是暂时没什么期限的 就是都是大家企图的 就是你感觉是不是这样? 他就出了很多政策 但是基本上 对我们星斗市民 作用不大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 其实你来着想怎样算? 就是我估计 永远吃谷种也不是办法的 那你有什么突破的计划? 改变不了环境 只有改变自己 有一个留学移民 过香港那里的 那自己去试一下 去考一下他 留学移民 就是读香港的 就是其中一间大学 八大那些是吗? 其中一个 或者是读碩士 是不是来到这里? 是啊 读碩士 如果一拿到那个 批评 就会有签证出来 哦 明白 那到时就带着家人 过来这里 是啊 西班牙那里 又有一个移民计划 又在考虑 但是大多数都过香港了 哦 其实除了你之外 都有很多 好像你面对差不多问题的朋友 都会打算 通过香港 再一个拨脚 过来这里 那为何选择香港的价格 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里工作的环境好一些 还是怎么样? 我现在 赚几千元嘛 香港我赚几千元就当是平手的了 我自己的小孩拿回户口就当是赚了的了 但是香港你要找地方住的 那些租金都很是东西的 那除了租金有几千元就当是赚了的了 那就是 因为你现在的情况都 不要介意都叫做比较恶劣 所以 找多个机会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是啊 香港比较近的嘛 照顾那些老人家又回来都快点 如果去到西班牙或者去到日本 那一个自己的家人又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得到 第二个你走到这么远 爸爸妈妈有什么病痛回来又太远了 明白明白 不过其实可能来到香港找工作都难不难呢 我想基层的工作就不是太难找的 就是你说中等收入的那些工作 我想现在都比较难找的 都是事实来的 就是都要想定之后的后路是如何来到之后 但是反过来说 就是内地这些人 我问了10个人有8个人 都是不赞成我过去的 但是我问香港人 10个10个都赞成我过去的 是不是 就是不赞成你 为什么不赞成你 不赞成他们说 你在这里住这么大间屋 过到香港 挡个二三十平方 为什么呢 这个都要预认了 因为每个人的追求都不同 你依然要作出这个决定 就是因为你宁愿住小一点 都要找个机会去选择 是啊 想到小孩子拿回户口 我又八卦一下 你来到香港打算找哪一个行业去试 还是拿到这里 不知道啊 很迷茫的 真是 照着冲 就是了 想这么多 不想了 去了才算了吗 是啊 我直接不想 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输的 我听上去其实也很难 其实香港有很多人就是在香港生活着 都要走出去英国 反过来 在内地生活的朋友又想想办法来到香港 我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很奇怪啊 现在坦白说 所以希望你 都希望Thomas 申请来到香港读书的时候可以顺利 也能进一家好的大学 然后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 配合你的专业 祝福你啊 Thomas 虽然我未必会见到你 但希望你都在香港一帆风尚 或者是来到这里就顺顺利 也希望你们在内地的朋友 内地的民众所面对的困境 尽快可以解决 今天也希望各位可以通过 今次的一个很短暂的访问 了解到我内地的一些观众朋友 他们在内地生活的 到底面对着一些什么 很实在的问题 以及一些实在的困难 他们和如何部署呢 原来他们也打算来到香港 原来香港也不是一个这么差的地方 好了 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里了 也非常多谢Thomas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有机会再跟你谈谈 Thomas来到香港之后 如果情况是好 我们再做一次的分享就可以了 好 先聊到这里 下次见 观众朋友 拜拜 好 拜拜 之前我另外一位观众 和我分享过 深圳区的生活水平的事情 我想了解一下 其实广州那边 比如说住屋 饮食 那些生活指数是怎样的呢 住屋我是广州郊区的 就是广州市区还有七八十公里的 这里的房价应该全部都下跌了 我们基本上都 就是说房价基本上是 一万元一平方左右 现在应该可能都是要跌到八千元的